第21屆亞洲田徑錦標賽今天在武漢正式登場了 而我們中華隊第一天就傳出捷報 張明煌在男子牽球決賽第一職就直出了19公尺五流 對 那最後張明煌也順利的為中華隊進戰了一面銀牌 而且他也創下連續五屆亞錦賽都有獎牌入袋的記錄 牽球王子張明煌奮力一職 在第一輪就直出了今年賽季最佳的19.56公尺 雖然最後很可惜輸給了去年仁川亞裕拿下第三名的印度對手 不過張明煌還是在男子牽球項目摘下一面銀牌 這也是中華隊在本屆武漢亞錦賽第一面獎牌 在今天的比賽的話我覺得相信我已經表現到最好了 那因為也創造賽季最佳 那很可惜的是沒有辦法帶腳亞洲區來參加 今年的8月份的試錦賽 張明煌和金牌擦身而過 但是他也創下連續五屆亞錦賽都有獎牌入袋的風光記錄 緊接著7月將前往美國訓練 全心全意來拼搶離岳奧運的入場券 我的目標是放在明年的巴西奧運 所以我希望這一次我是非常信心 慢慢的在做訓練然後慢慢的做準備 看完中華隊填賽場上的好表現 緊接著焦點轉到競技賽場 全台灣最快的高中生楊俊翰 在男子100公尺準決賽跑出10秒48的成績 副賽名列第11名無緣晉級決賽 另外在男子110公尺跨籃決賽 第二次參加雅錦賽的楊衛廷 以13秒87的成績名列第6 當然是有學校經驗的 因為有鑽石聯賽的那個中國大陸的聊來比 所以能增長自己也是不錯 就因為這兩趟然後慢慢抓到在這邊的訓練 還有一些熱身啊 還有比賽的模式就是越來越 越來越知道該怎麼做 就是應該後面的比賽會越來越好這樣 中華隊首日傳來捷報 也大大振奮了代表團士氣 接下來幾天其他中華金額將陸續出賽 他們也邀請全台民眾 一起來為他們積極加油 U.TV許家人魏屬於大陸武漢報導